热闹了几天,第33届金鸡奖最终评选结果终于出炉了 周东宇凭借《少年的你》获得最佳女主,引发了激烈争论 因为这不仅是他凭借该电影赢得的第10个奖项,也让他瞬间飞升 成为继周迅、张子怡以后第三位及其三金影后的女演员 周东宇的《三金之路》走得相对顺利,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在18岁时被张义谋选中,出演《山楂树之恋》 之后在宁浩指导的《新花录放》中,角色风格大反转,饰演了一个沙马特发廊妹 之后在陈可欣监制的《七月雨安生》中,放浪不期的安生让人眼前已亮 里面的哭戏自然又有爆发力 他和马思纯也凭借这部戏爽爽拿下金马影后 而周东宇这时候仅仅24岁 2019年年底,《七月雨安生》原班人马制作的《少年的你》上映 不服输又隐忍的陈念,获得了不少好评 正是这部电影,在金像拿下大满贯以后 也再次让周东宇问鼎金鸡奖影后 而周迅和张子怡的《三金之路》却走得颇为艰难 周迅自1991年进入影视圈 最早他和很多演员一样,从龙套开始 直到1998年出演了苏州和《人间四月天》 《大名公词》这三部剧 周迅才迎来了事业的上升期 2002年周迅被金马奖提名 同期和他竞争的有三位 分别是李星杰、梅艳芳和郑秀文 那一年的影后最后被李星杰拿走 2006年周迅凭借《如果爱》再占金马和金像 这一年他奖运不错 打败私情高娃李星杰、刘嘉玲 成功拿下金马最佳女主 打败李嘉兴、郑秀文、张爱佳、莫文卫 成功拿下金像最佳女主 2009年周迅继续向三金发起进攻 但这一年三次被提名 最后拿奖的只有一次 那一年的金马他和李彬彬同时因为风声被提名 最后周迅战败李彬彬封后 而那一年的金鸡奖 周迅最终以李米的猜想 成功打败赵薇、张子怡拿下影后 至此35岁的周迅成功拿下三金影后 周迅之后的第二位 拿下三金满贯的是张子怡 张子怡的起点很高 但是路一样难走 1996年年仅17岁的张子怡进入演艺圈 同年还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读大二十被张艺谋选中 出演《我的父亲母亲》 因为女主角 拿下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 1999年张子怡与周润发 杨子琼脸妹主演《卧虎藏龙》 获得美国独立精神奖最佳女配角 芝加哥影评人协会最佳新人奖 多伦多影评人协会最佳女配角 2000年张子怡被第37届金马奖提名 但是最终得奖的是张曼玉 2001年张子怡又被香港金像奖提名 但是结果依然是败给了张曼玉 直到2004年才凭借茉莉花开 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金鸡奖 2005年获得金像奖 直到8年后才最终拿下三金满贯 相比之下周冬宇仅仅出道10年就靠7个角色 拿了20多个主流电影奖项 甚至一举成为三金影后 到底是因为运气好还是实力实然呢 ペ ну 感谢观看